我们要找的这徐凤年 是北梁王徐霄的嫡子 三年前 他离开北梁游历天下 最近收到消息 说他要回北梁了 小人明白了 说来也巧 你倒是与这徐凤年年龄相仿 那真是巧 来 反应这么迟钝 不会武功 小人要是会武功 能混成现在这样吗 你与他年龄相仿总得试试 徐凤年会武功啊 徐霄的儿子不会武才怪 听见北梁王的名字 怎么一点都不怕 心里怕 直面马匪刀刃神色如常 你这表现可不正常 我知道您不是马匪 不是马匪是什么 这面旗 我认的 那你倒说说看 这是西楚大启室的军旗 当年井河一战 十二万大启室全军部 西楚 我 就此盲果 你怎么还认他 我父亲 让我不要忘了这面旗 难道 你也是楚人 大人莫非是大己是 小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如今 国王足面 你我 结不过是一只游魂罢了 哪还有什么名字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我接不过 是一只王魂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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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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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又见面了 徐凤天找了 你已经是徐乔的儿子 大人跟我说笑 这画昨天还没有呢 刚送到 也是你命数该决 哪来的 徐子旗下三十五万铁旗 想要你命的 总会有几个 北梁军中送来的 徐凤年 亡国之恨 今日拿你人头祭奠 西楚灭亡的时候 我还是个孩童 并未参战啊 是是是 徐骁杀敌无数 号称世间人徒 负债子偿 要怪 就怪你投错的胎吧 那你应该找徐骁复仇啊 这可不是 怕 有可能 哪路的废话 老黄只是一件马夫 跟徐骁没关 徐骁的马夫也该死的 老黄快走 大人 能不能给个机会 我今日想要弃暗投明 我也想杀徐骁 我出钱买自己的命 谁要能救我 加码你开 我告诉你 徐骁我当然会杀 但是要先把他的儿女 杀光斩尽 毁去他一切希望 他就想要弃暗投 专人就是借口多 看我 抓索 杀 高相是谁 徐霄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爹 你是北梁王世子 我洗干净了 挺贵气的 徐霄凶残 乃天下之敌 阁下金神车张开路 算我等欠你人情 我救你命 让我警惕朝廷 可以 你们先走 阁下可想清楚的 只是本与你无关 好 既然如此 兄弟们 全给我杀了 帅啊 你叫什么名字 随便 老黄 你看这像不像狐狸 脸白手也白 那我以后就叫你 白虎脸呗 不满意我还可以再改啊 你真是学校的儿子 等你送我回了灵州 咱们进了北梁王府 你不就知道真假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以后我就这么叫你 你这两把刀怎么一长一短啊 刚才没看见你拔双刀 他们不配见我双刀 那什么样的人 配见你双刀啊 不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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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吗 你怎么会去 你为什么要去清朝廷啊 学校马踏江湖 听朝廷收集了天下武技 你的武功已经这么高了 还要密集干什么 还不够 那你想练成什么样啊 别动 你怎么会去清朝廷 应该怎么买了 你怎么会去清朝廷 你怎么会去清朝廷 这么说的 这么说的 你怎么办 你们把眼睛走 到什么时候 穿吗 好吧 鼻子 真好 我说呢 有什么 Cheren 又是他们 全躺在上面了 一时半刻动不了 就算不会武功 你也能轻而易举杀了他们 你希望我杀了他们 你自己决定吧 算了 让他们活着吧 不敢杀人 不是 徐潇灭了他们的国 他们恨徐潇 这是他们之间的恩怨 我又不是有毛病 非得把这恩怨 往自己身上里要 你爹是徐潇 他是他 我是我 干吗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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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爹 我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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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好 我爹 你爹 门 我少爷 你们这些江湖人都这样吗 少爷先睡吧